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神的话语如同全员甘露般的 浇灌滋润您我的心 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本章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八节 描写先知撒加利亚所看见的第八个意象 这也是撒加利亚书中最后一个意象 先知撒加利亚在意象中看见 有四辆车从神的圣山出来 这四辆车分别套着四肢不同颜色的马 有红色、黑色、白色和有斑点的马 其中黑色和白色的马往北方去 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他们要在遍地走来走去 第五节说到他们是天的侍风 代表着神的死者到遍地去执行神所交托的任务和使命 这项任务和使命可能是他们要去执行神对列国的审判和刑法 或者是去传递宣告神救恩安慰的信息 第八节说 看那往北方去的你在北方安慰我的心 弟兄姐妹们 我们若照着神的心意去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 神的心就会得到安慰 神今日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听上帝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传福音令人归主 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若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 神的心就会得到安慰 得到满足 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的第二个部分是 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 说到先知撒迦利亚奉神的指示 要到西方亚的儿子约西亚家 去取被鲁归回的黑带 多比亚 耶大亚和约西亚 他们世人所奉献的金银来做一顶冠冕 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 这顶冠冕并不是原本大祭司 所要戴的祭司的帽子 这顶冠冕乃是象征王权的冠冕 从来没有一位祭司是戴王冠的 但现在神却吩咐先知撒迦利亚 要将这顶王冠戴在大祭司 约书亚的头上 这预表将来有一位米赛亚 同时具有君王和祭司的身份要来 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说 万尊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那那名称为大卫苗衣的 他要在本处长起来 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长王权 又必在位上坐祭司 使两子之间筹定和平 耶稣他就是大卫的苗衣 他要来掌权建造圣殿 并担任祭司的角色 耶稣要成为神和人之间的宗宝 使人和神能够和好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是的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借着你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使命流出宝血 拯救了神的救恩 使我们的罪得赦 能与神和好 今日我们也要努力 去传扬福音 领人归主 来完成神做交托的使命 使主的心满足得安慰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